好可怕 好可怕 我要下车 停车停车 我要下车 一同去郊游 我们要不要去JB这样 嗨 哎 我觉得 好像一起去上学爱这样子 因为很少会有我们两个坐在后面这样子 是啊 出发 哈啰 我是陈凤玲 哈啰 我是徐明杰 啊 今天我们今天来这个这里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一日游 就是一日游 坐车很舒服这样子 喝口啤 喝咖啡 很烫 Let's buckle up We're in for a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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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玩一个游戏嘛 我会讲三句话 两句是真话 一句是假话 OK 但是哦 我先跟你讲 你不是知道我所有事情的 咧 哈哈 啊 OK吗 帮忙过来 OK吗 我现在先讲 好不好 OK 我开始 为 为未来的家筹备 买一些艺术品 第二个是 我小时候 呃 五年级的时候 啊 还没有到初中的时候 我每个星期 我都会自己一个人跑去动物园玩 OK OK 第二个啊 感觉好像有答案哦 等下再讲 等下再讲 第三个 我最近呢 在学如何刺青 哈 哈 哦 哎呦 OK 嘿嘿嘿嘿嘿 问我 哈哈哈哈 哎 难倒你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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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那个 每个星期还是每天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那个你好像有 每天去动物园 我是猴子 呃 哈哈哈哈 那就肯定是假的 住在动物园里面 哈哈哈哈 呃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 因为你好像有跟我说过 而且你有一个阿姨 是在动物园做兽医的 所以你会经常去动物园 对吗 哇 刺青的 好像也有可能 因为你下一部戏 好像是要演一个 呃 刺青的那个 呃 艺术家 这样子 是吗 刺青师啊 也合理哦 OK 我知道了 前面两个是真的 前面两个是真的 最后一个是假的 最后一个是 可能一个月后会变成是真的 只是你还没有开始 那输的话有没有什么惩罚 呃 一年不可以喝咖啡哦 哈哈 不要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惩罚太可怕了 好了好了 好 我说回那句话 OK 我揭晓答案 前面两个是 是真的 啊 后面那个 是假的 叮咚叮咚 我很好奇 明杰 你说什么 你一个星期 第一会去动物园 对 为什么 这么喜欢去动物园 OK 跟大家分享 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 社交媒体的话 呃 其实 大家会看到我会放很多 关于狮子 对 关于很多动物 那是因为其实 从小到大 我跟我父母看了第一部电影 是关于动物 所以在我心目当中 印象非常的深刻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爱上动物 然后家人呢 又有人在动物园里面做兽医 哇 好 经常会给动物开刀 然后我呢就是家属就可以 每个星期有这个权利 可以呃 自己在动物园里面跑动 而长大之后就开始 我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都会想要去他的动物园 我小兽也是很喜欢动物的 所以你在动物园工作嘛 结果我18岁的时候在动物园工作 哇 好羡慕 嘿嘿嘿 怡凤姐有知道我们 很喜欢去动物园 她不相信 她觉得你们两个人太急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怎么会有 年轻人会想要约会去 去动物园的 出国旅行的时候 你们都会特地去当地的动物园 诶 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说发到现在我们在一起 我们没有一起出国旅行 嗯 嗯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除了一次吧 跟教会宣传 宣传 对对对 会突然变成会议技术去玩吗 因为可能工作上 也配合不到时间 对啊 对吗 改次还是有机会的 对 刚才提到说 你们已经开始玩了一些 一些东西都要放在家 都是画作啊 艺术品吗 在生命中比较有意义的 比如说海报 电影的海报 我们本身是做这些行业 然后对于这些艺术的东西 一定要有一些敏感度 那这些作品其实对于我们人生 可能有很多的回忆 像我最近post的那个 来源品的那个海报 是因为1994年 它当时这部电影上映 就是我跟我父母看的第一部电影 我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 然后这一次重拍 我有讲过 我很想要带我父母再重新进电影院 去看这部电影 我觉得是人生中的一大 很重要的回忆啊 现在他很特别喜欢 他的Soundtrack也是 然后经常会抱不同的宝宝 他就会把他的宝宝抱起来 然后唱那个歌 对我很喜欢模仿 对 所以你都是这样 蹦蹦的笑容 对对对 然后扮恐龙 扮恐龙啊 学猩猩啊 对啊 所以到底会讲到像新疆的时候 是不是说已经 就快有好笑 其实 非也非也 只是说我觉得现在 买最起码给自己更多的盼望 有一个vision 就关于以后的家 如果我先买 我先有这个意向 那我就觉得 我起码我跨出了这一步 那我更会为这个目标而去努力 对 而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来吧 对 真正对方彼此所要的是最简单的 就是暂时还是还没有要结婚打算啊 我觉得如果是对的事件的话 一定会跟大家讲 想要刺青哦 其实日文很好奇 就是 为什么 你今天是因为真的要 接下来要真的去学刺青 哈哈哈哈 没有 下一部戏演了一个角色 他不是一个刺青师 他是一个烧烙滩的一个老板而已 对 但是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刺青师 你知道很多青鸣他们有时候就是在 有活动的时候就会 就会去弄个爱的刺青啊 哇 哈哈哈哈 我也想过欸 蛤真的啊 我也想过欸 我父母的名字啊 还有他的名字啊 都刺在我的背上 哦 对 我还想刺十字架 在我的身上 所以 只是想啦 只是想啦 但是刺青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会觉得 我 应该不会 呵呵呵呵呵 我很怕撞吧 呃 我父母从小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 不要 不可以有刺青 还有就是不可以有耳洞 嗯 对 所以我身上 就是耳洞没有 鼻子什么 都都是没有 对 OK 三个啦 第一个就是 呃 我曾经 呃 蒙着眼睛 攀眼 整个墙 哦 第二个 我小的时候学洋泳 因为看不到自己游怎么游嘛 看不到方向 结果从一 游泳池的一端 呃 斜游到另外一端 嗯 我发现我每个呃 朋友都在 都在 the other side 你知道吗 所以很很很糗 OK 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方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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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三个 我买的第一辆车 拿到的第一天 我就撞了车 全部都很有可能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No How about that 哇 诶这个 不错啊 好狠 以你对我的认识 这些都是小事啊 但是小事是最不可能 呃 好像你跟我讲过 你买车 第一辆车第一天撞车 好像你有跟我说过 是吗 好像是 是吗 好可怕 好可怕 啊好可怕 我要下车 我要下车 啊停车停车 我要下车 OK 第一个 杨勇那个 杨勇那个 我真的不知道 嘞 你没有跟我说过 以你对我认识有可能 但以我对你的认识 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 诶我游泳蛮不错的 你游泳是不错 但是 以你的性格是蛮可能的 而且我有画面 我觉得很好笑 如果我在现场的话 我也会笑 哈哈哈哈 杨勇还有另外一个是 蒙着眼睛 攀眼 攀眼 对 OK 撞车那个是真的 啊 啊 杨勇那个是真的 啊 蒙着眼睛 攀眼是假的 嗚呼 给你多一次机会 我觉得 我相信我的 第一感觉 因为那个撞车 是假的 蛤 对 是我差一点撞到 可是我没有撞到 然后 让我一个人要 让我一个人独自找一个角落喝咖啡冷静一下 对 那杨勇是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杨勇那个很糗耶 我小学的时候好像七岁八岁吧 然后就一直一直往后游吗 然后就看 怎么知道要到了要到要不要撞到头一头吗 那种感觉 结果终于游到 然后撞到头你懂吗 然后我一提升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朋友全部很远 在另外一端 等他眉不下你 我不懂我只懂 我很不好意思 我就快点过去 但是攀岩是真的耶 攀岩是真的耶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18岁 你会去OBS 就是初级学院的时候 然后因为是要锻炼 就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跟队友这样子 我们的挑战就是 各自要我蒙着眼睛 然后听着我的伙伴 给我的指示 我要攀一个full wall 对 感觉你要信任他 对对对 然后我爬爬爬 其实很恐怖的 因为很高你懂吗 他会说你左脚要踏上去 右手什么 你要完全信任他 哇 但是那个车我是差一点 我还记得 那些人潮得最凶的一次 哇 有下雨吗 最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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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我只记得有泪水 有雨水啦 就是这样子 鼻涕 鼻涕 我有一种习惯 就是我比较喜欢 之后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 所以我就 有些时候我会从他家走回我的家 因为 吵架 我们的 心会很浮躁 但你需要那股平静的时候 你就自己一个人散步走咯 可能每个情侣都会发生这样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啦 我们也有 我自己本身就会想 有时候会要离开这现场 如果我不能应对的时候 男生基本上很理性 就是我现在是要解决问题 就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离开改天再讲 没有现在讲 讲好好好来 讲完就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 就是沟通上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改了 你会勞战吗 冷战不至于啦 比较少 冷战不会啦 我们都会 比较主动的 无论是 你觉得是 谁应该先说对不起 有时候对方都会主动的去找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那就是爱吧 就是可能买他喜欢吃的东西 去他家找他 还是怎么样的 他就 哎呦我没有想到你会来 但是 之前他每次都会很好很主动的 我只要一开门看到是他 首先很感动 第二马上认错 他还记得未必是我对浪漫的 哇 其实坦白讲 你问我我会觉得是小事 比如说他知道我很喜欢吃小辣椒 可能帮我买 白面还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会记得帮我拿这个东西 因为他记得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会很感动 而且浪漫其实是 我另外一个东西是 当你开始喜欢我喜欢的 然后 我喜欢你喜欢 对 你记得有一次我们 我们在上海的机场 哦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一次 曾经回想过可能是一个灾难 但是觉得现在是想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我回上海过年 他瞒着我订了机票 然后他来到上海 哇 好大的一个惊喜 但是因为他来 然后可能一下子 不能适应上海的气候和食物 当晚进医院 水土不服 当晚进医院 就掉水 太夸张了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回新加坡 隔天 早上我有工作 然后我们就订了 晚上机票 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等 他还是不舒服 那我在机场买了一些书 我们找到一间咖啡座 然后他就躺到我身上 所以靠一下很累 还是有点不舒服 反正还早 等那个要登机了 我会叫你起来 然后我就读书 读了很久了 我半本书读掉了 我想说 怎么还没有叫到我的名字啊 但是我有听到 好像是有叫Falicia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然后我就去问了 喔 飞机飞走了 所以我就马上去跟他们问 我说 哎呀 有没有最晚的一班班机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 喔 最后还有一班 所以我们最后赶回来 可能回来 也没有睡到觉 就直接去工作 这样子 你拍亲热的戏之前 会见报备吗 会 会喔 会 但是要看看状况嘛 因为比如说 如果当天或 那个期间 他很重要的筹备 或者情绪的戏怎么样的 我会看对的时间 才跟他说一些东西 我也不想影响他 但是我就 我其实我会 我会宁愿不看 不会跟谁有亲热气 我就那一段 skip掉 那时候他就跟我透露嘛 说那个佐林佑里 他会跟方展发演那个夫妻 所以会跟方展发有一些亲密戏 什么 方展发 只有方展发 我 可以 我很信任他 可以 对 因为为什么 太帅了 太有魅力了 我自己都无法阻挡蛋 但其实我很信任 我很信任他 都是好演员 都是想把戏演好 车程还满意吗 很满意 很满意 我觉得虽然兜了20个圈 那是没有头晕的感觉 六个星 2.5 我是觉得呢 今天的这个 整个车程非常特别 所以我有一时以来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一定要给他打高分 所以你破格给6分 真的 你看还有Wed Tissue 还有Tissue 你看这些都准备好 OK 那我就也给个6分 你有没有坐过车齁 出发的地点 跟你回去的地点是同一个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不忘初中 对 不忘初中 没有错了 这个你看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呢 了解你更多 我也赚到 Thank you 谢谢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给到答案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觉得凤林的真的 其实有点难猜 真的很难 因为都是很小的事 真的想了我半死 我在想说有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的 真的 对啊 结果这个我还是知道 拜拜